大家好,欢迎回到咸鱼知道的那些事 说到亚特兰蒂斯,大多数人肯定都知道这样的传说 拥有高度文明的古老大陆或者是国家 人们把这个亚特兰蒂斯称作是大西国或者是大西州 那么关于亚特兰蒂斯最早的描述是出现在古希腊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对话录》里面就记载了这个地方 柏拉图对亚特兰蒂斯的描述是这样的 在昔日被人们称为海格丽丝晴天柱的支部罗头海峡的海面上 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海岸之间 横展了一块陆地叫做亚特兰蒂斯 它有一个大岛和一系列的小岛组成 亚特兰蒂斯人把首都设在陆地的东南海岸的波塞多尼亚 在那里面有为这个国家的缔造者所建造的誓院王宫和壮丽的建筑 这是柏拉图对亚特兰蒂斯的描述 从柏拉图之后有关大西国的书籍记载数以千计 可是其中的大部分纯属是空谈 不过在其中有个别的一些书籍是有科学根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 也使得大西国这片消失了的陆地 逐渐的摆脱了神话色彩 从传说变成了历史 成了历史当中引人入胜的事实 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探索想要找到这个大西国 可是探索大西国的奥密兰人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想当然就是大西国的地理位置的问题 这个大西国到底在哪呢 1976年瑞典人鲁布德克认为 这个被水淹没的陆地就在其他的国家里 另外有一些人还说 这个亚特兰蒂斯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的位置上 德国人伯克认为南非一带应该是大西国的地方 而法国人德利尔·德萨尔提出 高加索才是曾经的大西国 到了1855年雅各布·克鲁格认为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说大西国曾经就是北美洲 到了1929年巴托利和拉特埃出来宣布 说大西国不在别的地方 其实就是希腊 甚至还有些理论认为 大西国在西班牙南部 在非洲的西海岸 在西尔特 在大云洲 甚至有人说 这个大西国在南太平洋 可以见到几百年来 人们对大西国地理位置的猜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对于大西国具体位置的争辩始终是在继续着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最后一种假设 也就是说大西国在南太平洋 这种假设是在1946年 尤伯德探险队的考古学家提出来的 因为他们曾经在南美洲的西边太平洋考察时 在海底发现了一片陆地 于是他们就认为这片陆地就是亚特兰利斯 但到了50年代初期 有一位名叫尔根斯巴努特的年轻牧师声称 他在赫尔格兰岛附近 查看北海一届其他城市的天气时 意外的发现了消失陆地的遗址 那么他认为这个亚特兰利斯应该在北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 大西国的说法在被广为流传之后 似乎世界各地开始陆陆续续的发现 已是大西国的陆地 那么在发现了这么多遗址当中 到底哪一块陆地真的是亚特兰利斯呢 如果柏拉图的说法是正确的 那么大西国应该是沉没在植木罗特海峡的外侧 也就是说这座梦幻当中的大陆是沉入了大西洋 可是人们认为柏拉图的记载毕竟是一家之言 而且也没有充足的证据 综合了其他很多资料 历史学家判断了 大西国应该也有可能处于大西洋以外的地区 而他们认为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和爱琴海的桑托里尼岛 在有了这些推测之后 到了1900年 英国的考古学家亚瑟·艾邦斯在克里特岛上开始着手挖掘 而他们果真也挖掘到了跟他们猜想相符的米格斯王大宫殿 这一座宫殿面积为4000平方公尺 十栋三层楼的建筑 在内容除了有十座支撑的天花板和楼梯之外 还有巨大的武器库、战车库、粮食狂库 国王的宝车一家塞满了记录着文字的黏图板、古文室等等 在极富变化的各个大厅中都用壁画色彩的浮雕来装饰 他们挖掘到了这片遗迹后来得到证实 是公元前17世纪毁灭的米诺亚文明遗址 可是渐渐的有一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克里特岛虽然是被岩石所覆盖 但是它并没有沉入到海洋中 1967年希腊考古学家匹利·顿玛瑞纳托斯 挖掘出了能够解释这矛盾现象的新遗迹 那就是位于克里特岛往北大约120公里的桑托里尼岛 虽然今天的桑托里尼岛只不过是由三座小岛所组成的火山岛 可是在以前它却是直径达到15公里以上的原型岛屿 原来的桑托里尼岛因为公元前1490年左右的一次火山大爆发 使得岛屿中间炸毁 所以才变成了今天的三座小岛 从岛上50公尺厚的火山灰下发现的亚克洛提利遗址 确实也是与克里特岛相同 全是有着雄伟壮观的石造建筑物 还有壁画等等 而且也残留着米诺斯文明的遗址 可是在当时看来这两处遗址是否就是大西国 却还有许多次争议的地方 当然在之后也确定了这些是属于米诺斯文明 那么由此我们发现 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现的遗址几乎都被否定了 那么在这些遗址都被否定之后 人们再一次把眼光重新放回了大西洋 重新拿起了柏拉图的说法 就地理位置而言 柏拉图的著作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在海格利斯秦天书的另一边 这就是说是在植布罗陀海峡的另一边 也就是说在大西洋里 如此一来的人们研究的焦点自然也就放在了大西洋 根据柏拉图的说法 亚特兰蒂斯在植布罗陀海峡的另一边 那亚特兰蒂斯到底在哪呢 下期我们继续说说神秘的亚特兰蒂斯 我还是仙鱼 特兰蒂斯 感谢观看